Hi everyone, welcome to my video 相信你近日這個影片 你是在找一個雙屬的語言 解釋或者解決你的問題 如何將一個 WordPress 網站 由 A Hosting Company 搬到 B Hosting Company 我上網已經看過很多 Tutorial 很多不是要付款 而是不成功的 直至我研究了這個 Apps 之後 其實最重要是 最快的方法 以及最直接的方法 如何將這個網站 由 A Hosting 搬到 B Hosting 廢話不必多說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開始 現在我們在 XYZ Surveyservices Senderamberhut 這是舊的網站 已經完成了 有Foto Album 什麼都有 重新製作 很辛苦 製作死你了 我們將它搬到新的網站 XYZ Joe MC 現在是這樣的 這個是Original的 我們將這個設定 搬到這個設定 OK 它的做法是怎樣 進入了這個 WordPress 的介面 它的 Interface 這是 XYZ Survey Services 舊的 WordPress 的介面 我不教你如何安裝 WordPress 因為你進來看這個影片 我相信你已經是一個中級的人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個 Plugin 這裡 OK 另外安裝這個 Plugin Add New Plugin 這裡按 Add New Plugin 這裡你就找一個 Updraft U-P-D-R-F-T Updraft 記得這個 Logo 這個 Logo就是這個軟件 下載了 記得 Activate 這裡我已經 Activate 所以 Activate 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在這邊 Updraft 接著我們按個 Settings 鍵 按了 Settings 鍵 按了 Settings 鍵 按了 Settings 鍵 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 Backup 其他東西我不多說 按了 Backup 先 Backup 完後 它就會有一個角比在這邊 這個角比在這邊 這個角比在這邊 這個它是 Store as a World 現在我會將這個 file 下載進我的手機的 Hard List 怎樣做呢 我下載五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Betabase 按一按 第二樣東西 Blockin 按一按 第三樣東西 Themes 按一按 第四 Uploads 按一按 最後一個 Others 按下去 當它在 Generate 還未下載進去你的電腦 現在才可以開始下載 記得一樣東西 一樣一樣下載 不要貪心 不要一次過按下五隻 Dow download Dow download Dow download 完成後 現在第一隻 Dow download 我們再製作第二隻 第二隻 原筆 完成了 完成了 第三隻 第四隻 第五隻 Adus 看一看 1 2 3 4 5 搞定 交流完了 這個在我Hudis裏面 現在我們就Login進去XYZ-Jaw MC 新的地方 這裏instal block-in 一樣 像剛才一樣 instal兩樣東西 這裏新的還未有Elementor 剛才的網站用Elementor來製作 所以我一定要instal Elementor Elementor是用來設計網站 updraft是用來做Backup和Restore 這兩樣東西一定要有 有一個口 我們就去updraftsetting plus 按setting OK 這裏的口 你就按upload backup files upload backup files 我們就把我Hudis裏面的5個 把這個格子放在這裏 給他一點時間 休息 吃不吃完 對不起各位 因為我的麥克風有點問題 所以我被迫用一個 Voice Over的方式來蓋上這個音 現在你看到這5個Files 已經是成功updraft了新的軟體 現在做Restore的話 它的方法是怎樣的樣子 首先我們勾一下 勾一下 是否在這裏 應該是在這裏 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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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完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5個圓圈 如果沒有5個圓圈的話 就證明我們是不成功的 我們一定可以Restore這5個Files 勾一下 然後按nex 這裏有一個好處 它未做Restore之前 系統可以幫你做一個verify verify的意思 即是它確實這個Files是可以用的 它才讓你做Restore verify成功了 它便自然幫你Restore Restore 它便幫你復原 復原 復原你舊的網站的設計 這裏比較快 快過Backup很多 Restore就快很多 快了 那就小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個 這裏還未Refresh Refresh之後 我們看看Magic 看看變成怎樣 我們已經成功安裝一個XYZJob MC 搬回以前的這樣的設計 XYZServicers Center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完全送貨品都搬進去的 連這些FotoAlbum 還有其他其他的Sup menu 完全都進去 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 我在2024年 本頻道都會推出更多 有關WordPress的題材 有很多古靈精貴的Plug-in 最重要是幫大家的工作 所以今集就拍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See you in next episode Bye Bye 蓋鏡頭 蓋啊蓋啊 OK 蓋 Bye Bye Katie Bng 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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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